今天到白果林 这一片小区 我以前还在这里租个房子 住了一年多 但是现在大变样 实际上还是以前的老房子 但现在外观都做了改进 升级 国家给钱 这边就是吃的东西特别多 美食如云 有点像玉林 虽然这种老房子 如果有电梯的话 住的还是挺舒服的 生活太方便了 今天过来吃一个牛排火锅 看一下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也是新开业的 现在也是消费降级 以前还经常买一点打折券 特别是招商银行的五折券 但现在消费降级了 五折券都觉得贵了 现在要吃的话 都吃那种新开店 因为折扣泥度更大 一般可能两折三折都可以吃得到 这也算是一种消费降级 出去吃饭也要掂量半天 我这种市井气 这种氛围还是挺好的 所以现在这种老货小 据说卖得很好 现在年轻人也不装了 以前年轻人因为买了房子要结婚 都必须要买新房 现在据说年轻人也不装了 都买老货小 便宜 花个几十万五六十万就能买一套 然后在小红书上面各种 暴改程度老货小 实际上装出来还不错 反正门一关 自己房间里面舒服就行了 虽然小区可能这些差一些 并且街上美女也多啊 这种老色区的美女 看着也比较接地气 不像在这种 像D10里面那些美女 看着就是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哇 生油 这里家店 哦 小菜十块啊 吃饭之处 牛鱼千里之外 哦 就在对面那个小店 这个也太接地气了吧 看着 哎 只要味道好也行了 人均二三十 哦 我们今天就吃这个经典套餐 四个人的 一百三十八 这个跟我们以前去吃的新店不一样 他这个应该是盘着别人的旧店 然后重新开业也算新店 这老板 他这个生意能多得起来吗 你觉得 我这一会儿 哎 哪一会儿的钱呢 十斤 十斤啊 十斤是三斤 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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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龙锁子没得了 三斤多 三斤多 哦 还要收水的 要收水的 对 来来来 这些都是调料 这个油炸的豆子特别香啊 黄费的 这个是折耳根 这里面的蔬菜都是自作的 随便拿 它实际上那个骨头都是熟的 直接就可以吃了 牛排 肉排是挺多的 啊 已经吃完了 呃 怎么讲呢 反正那个味道哎 因为也不是我们喜欢的啊 虽然那个牛肉分量还是比较多 实际上我们都没吃完 这家店以前前老板应该是做小龙虾的 因为我看他墙上的WiFi那个名称啊 就叫什么小龙虾之类的 可能小龙虾坐不走啊 然后又开始做牛排火锅 反正就是地方特色吧 但是这种靠低价吸引人啊 最终也很难走得远 哦 现在这种老小区很多都加装了电梯啊 加了电梯以后 住在上面还是挺舒服的 现在这种房子一般四五十万一套啊 比如说去买新房首付都不够 你买二手房直接首付变全款 说不定连装修款都有了 然后自己暴改一番 住在里面也是挺舒服的 小区环境差一点啊 但是没关系 自己住的舒服 以前我就经常在这一代活动啊 这里金秦路小学 我记得以前这里 普京小区里面有一个演艺学院啊 里面简直美女若云 我们经常都在那门口打望啊 都是成年往事啊 有凉膏 凉膏 菠仔膏 酸梅汤 酒量 还有桂花酒量 刚才吃到火锅 还是吃点凉了 这个位置好啊 直接开在小学的对面 哦 羊虾 你要羊虾包 你试一下 菠仔糕 这不是广东的吗 嗯 这个就是冰粉 我现在开店的都是年轻人啊 好年轻啊 我们去清酒 清酒 清酒 这个凉膏多少 凉膏多少 这个凉虾四块五 我这个八块 不过料很多啊 比我们以前吃到的都划算 现在都是年轻人在开店啊 很不容易 从最近看到一个数据 现在一线城市消费数据断崖式下跌啊 就让大家很奇怪啊 因为经济不好的话 可能首张其冲的是那种 比如说四五线城市 什么十八线城市 结果恰恰相反 说明中国经济啊 面临的问题真的很大啊 是一线城市消费数据大幅下跌 呃 四个一线城市啊 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啊 它的六月份的受惠零售 增速啊 直接下跌到什么程度啊 百分之负的百分之九点四啊 这是指上海 北京是负的百分之六点三 广州是负的百分之九点三 深圳是百分之负的百分之二点二 但是很奇怪啊 全国总体的话啊 增速虽然下滑 但是还是达到了百分之二啊 以前的话 二零二三年 全国的增速大概是百分之三点五啊 现在是百分之二啊 但是一线城市啊 就直接跌成复数了啊 高达百分之十的断崖式的下跌 呃 这里有一个表啊 就是从收入情况来看啊 解释不了这个原因 实际上我看这个表啊 我觉得啊 那个原因就找到了啊 实际上从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工资性收入啊 在下降呢 但是下降性不多啊 然后个人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下滑的不多 呃 经营净收入下滑不多 然后转移净收入下滑不多 但是有一个下滑最多的啊 这个黄色的线什么的 财产净收入 实际上这个原因就找到了 因为中国居民的收入啊 呃 它跟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靠那个工资的收入啊 因为二三十年来 大家的工资啊 相对于通胀来说 实际上涨得并不多 我们主要的收入就来自于 那种资产性的收入啊 但是经济下滑 实际上打击最严重的啊 就是大家的资产 特别是房产啊 中国居民80%的 个人财富都在房产里面 现在房产腰斩啊 也就意味着大家的财富啊 直接就是减半了 并且在一线大城市的话 他们的房贷压力更大啊 前段时间我看有一个网友 晒出自己的还贷的记录啊 他到目前为止 他的房贷还了三十万 结果发现啊 二十二万啊 都是还的利息啊 他的本金只还了八万啊 所以说那个房贷压力是很大的 在经济好的时候啊 这种痛感不强烈 但是在经济下跌的时候 那个还房贷啊 真的是要人命的 另外的话 除了房产以外啊 另外股市啊 跌的一塌糊涂 现在两千七百点都破了 所以说有很多家庭财富也在里面 受损非常的严重 然后你一线城市啊 特别是有一些那种金融产品啊 像什么信托公司啊 几乎都是在一线城市和那种省会城市 即使像四川信托啊 这次暴雷啊 总共是暴雷金额达到250多亿 说是八千万家庭受损啊 但是那八千万家庭 并不是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啊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北京的 因为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发现啊 很大一部分人啊 是来自于北京的 因为它这个产品 当时在北京也卖了很多 中国是好邻居啊 这些都是家家养狗啊 隔壁也是养狗啊 幸好我们两家阳台隔得比较远 像有的户型两个阳台挨着的 真的是太讨厌了 原来啊 四川信托在北京有一个财富中心啊 所以说就忽悠了很多北京人去买 他的信托产品的 结果爆雷了 北京人也一起遭殃 所以说经济下行啊 特别是各种爆雷啊 一线城市收损是最严重的 还有很多的高薪的工作 都是在一线城市啊 实际上经济危机 对这些高薪的工作打击 也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外企 现在大量的外企撤走 对于在一线城市工作 在外企的这些人来说啊 对他们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然后像什么金融啊 互联网啊 这些通通受影响啊 所以说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 他可能遭受的那种打击啊 是多重的 我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吧 成都啊 虽然不是一线城市 但是也号称兴趣的城市啊 应该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以前理财啊 我喜欢去上海银行 我就认识上海银行的理财经理啊 关系非常好啊 大家除了工作方面的话 也要聊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啊 结果有一天他告诉我啊 他说我现在跳槽了 我说你去了什么地方 他去了大唐财富啊 就是这个中资集团企下的大唐财富 我说你在上海银行啊 应该收入不错 并且很稳定啊 并且还是正式员工 你放弃了铁饭碗啊 现在去了大唐财富 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他主要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啊 估计就想更高的收入嘛 因为他以前在上海银行的话 估计可能年薪就几十万啊 现在到大唐财富的话 那个就是上不封顶啊 无限可能性啊 结果他后来也经常邀请我去 他们公司啊 去听一些讲座啊 因为我当时已经买了四川信托的产品了啊 也没有多少钱啊 但是还是去了 因为也想了解一下啊 国际国内的一些金融的一些形式啊 他们都是请北京上海的一些资深的老师来讲课啊 实际上水平还是挺高的 另外也是一个茶号会的形式嘛 然后旁边都有各种糕点饮料啊 所以我还是愿意去参与这种活动啊 但是我一直没买他们的产品啊 就是买那种理财产品吧 那种财富公司我绝对不太靠谱啊 买他们的那个信托产品吧 中农信托啊 钱又不够啊 他那个门槛要300万啊 所以说到头来啊 我就没有买过他们公司推荐的东西啊 但是我认识的这位以前上海银行的理财经理啊 我就叫小张吧 我就叫小张吧 实际上他这个事情啊 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在接触中我就知道啊 他的全副身家啊 全部都买了他们公司自己的产品啊 第一啊 他对他们公司非常信赖啊 第二的话 特别是他们公司的老板 谢老板啊 崇拜的五体投地啊 因为我经常去他们公司 我能感觉到他们公司上下啊 弥漫着一种啊 对谢老板的那种无比的崇拜啊 啊 谢老板人很耿直啊 说话一言九鼎啊 具有人格魅力啊 他老婆还是著名的歌星妈名啊 多重光环加持啊 但是最终怎么样啊 宗旨集团啊 整个坍塌了 谢老板也死了 现在一个烂摊子啊 现在到爆雷的金额到底有多大啊 谁也不知道啊 据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所以说像我们那个小张的朋友啊 他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因为啊 据我所知啊 他不仅自己的钱在买啊 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他动员在买啊 并且啊 他的客户买 有时候钱不够啊 他还跟客户一起买啊 比如说这个理财产品的门槛是50万 他的客户现在只有30万啊 又想买 怎么办啊 他自己出20万 大家一起离个户头 然后来买那50万的理财产品 所以说他的钱全部都在里面 虽然以前赚的钱啊 他的工资收入全部都在里面 现在一下爆雷了 他所有的财产啊 灰飞烟灭啊 同时他还失业了 所以对他来说是不是双杀啊 双重打击 工作没了 然后财富也没了 关键是没完啊 作为理财公司的员工啊 现在国家是有一个规定 他以前获取的佣金 现在必须要退佣啊 这个跟信托公司不一样啊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啊 但是还背负着债务啊 还有面临着法律风险 据说啊 你退到佣的话就不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不退佣的话 抓到监狱里面去坐牢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啊 就是第三种打击 还一种打击是什么 他们的房贷车贷啊 因为他跟我讲过啊 因为他在财富公司上班 然后接触的都是有钱人 所以他必须啊 就是拥有跟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 车子跟房子啊 因为我知道啊 他以前是在紫禁小区买的房子啊 然后后来的话 他就换到了盘成刚 一个豪宅大户型啊 两百多瓶 当时的房价好像都是三万多四五万啊 然后房贷好像有两三百万啊 这个每个月的约工可想而知啊 并且他的车也换了啊 换了奔驰跟宝马 因为他们夫妻俩都在大厂财富工作啊 就是两两豪车啊 也是背负着车贷啊 现在一下啊 那个房产和车贷方面的那个压力啊 就是第四种压力 所以谁也逃不掉啊 在这个经济崩塌之下啊 没有一片雪花啊 是无辜的 好 这次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